前龙最早的女人 前龙帝也不例外 那么究竟谁才是前龙帝最早的女人呢 清朝皇室有一个传统 皇子成婚前 皇帝会挑选一些使女来服侍皇子 这些使女中的一个将会成为皇子最早的女人 相当于皇子的启蒙老师 雍正初年 雍正帝便选派了几个秀女 以使女的身份服侍皇四子弘历前龙帝 其中一位姓傅察氏 他就是今天笔着要讲的哲敏皇贵妃 关于哲敏皇贵妃傅察氏的出身 史学界一直是有争论的 八旗满洲士族通谱中记载傅察氏 哲敏来自于满洲正皇旗 而亲定八旗通之中 则明确记载傅察氏的附近功果图为鲍一左领 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 傅察氏的祖先 名叫尼亚唐厄 在尼亚唐厄孙辈时 这一支傅察氏被编入满洲正皇旗 然而 后来清朝入关 这一支傅察氏进行了分读 有一部分留在了东北 仍属正皇旗满洲 而隋龙入关的这一部分 由于人数较少 而被编入了内务府正皇席包一左领 所以 从出身上来看 傅察氏哲敏 就比那些八旗士家的秀女矮了一击 他只能参加内务府举办的宫女选秀 雍正初年 傅察氏被选中后以使女的身份 服侍皇四子弘历 成为弘历最早接触的女人 而且就在弘历与孝贤皇后成婚那一年 傅察氏怀上了弘历的孩子 不久 他便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便是后来的皇长子永皇 雍正十二年 雍正帝为弘历 接连指定了两名侧夫妻 一位是河道总督高宾的女儿高氏惠贤皇贵妃 另一位是祖领纳尔布之女徽发纳拉使乾隆纪后 高氏虽是包一出身 但他的父亲却位及人臣 也是雍正帝面前的大红人 而归 发纳拉使虽然当时家道中落 但他却是挥发部国主的直系后裔 可谓根红苗正 因此 傅察氏彻底与侧夫妻无缘 再加上连续生育所造成的身体损伤 傅察氏精神苦闷 最终于雍正十三年七月病逝 没想到的是 只过了不到两个月 傅察氏的丈夫弘历便登上了皇位 是位乾隆帝 傅察氏离成为大清皇妃 只差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不过 乾隆并非忘恩负义之人 他没有忘记人生中这个最早的女人 分别在继位之初和乾隆十年追封傅察氏 为哲妃和哲敏皇贵妃 哲敏皇贵妃因为成为清仇第二位死后连进两集 被追封为皇贵妃的女人 乾隆十七年 乾隆皇帝的灵魂御灵修建完成 这一年 哲敏皇贵妃与孝贤皇后和慧贤皇贵妃 一起被葬入了御灵帝宫 成为第一批入葬帝宁的乾隆妃子 从后面来看 乾隆御灵帝宫中紧葬了五个女人 哲敏皇贵妃能够位列其中 说明这个女人在前 龙心中的位置绝对是不一般的 倘若哲敏皇贵妃身体康健的话 乾隆后宫的格局或许会是另一番场景 然而现实中却没有如果 只能成为留给世人的探玩 参考资料 青史稿逝宗实录 高宗实录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